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我们的Besite Street Store 我是明睿 我是韩语 我是韩语 姓老 他是韩语 我们起了个新名字 大明星 替韩 好了 我们今天聊什么 可以聊一聊我们之前第一次去韩国 大家拍摄呀 包括吃啊玩啊或者是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有趣的事情呢 那要有趣的话肯定还是我们拍摄这个心愿碎片的过程比较有趣 因为大家确实是玩了很多吃了很多好吃的 对 非常的享受 所以就没有他几事我们聊下一个话题 比如那个 飞艇 我这还有你那个表情包 因为龙龙对于这种项目他就是一个恐怖的状态 我们三个人都会都会享受在这种比较刺激的运动当中 因为真的很快 我们是感觉是在海面平行之在飞 就那海面上这么飞着往前走的感觉 真的很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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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狗狗要不是晕船了也能坐 很舒服超级超级凉快 就是有点伤头发 你可能风吹一吹发肌纤意往后移了点 好 呃再说说那个汉真黄 我觉得那个汉真黄 他不是有两个黄金吧 真的一个特别冷一个特别热 你要不说我还真没感觉回来 平常可以多去这种地方 不当之 对因为会排身体里的毒嘛 对身体健康 拿纸拿奥里奥干嘛呀 没有我刚刚在说话 最近脑子有点降质 不是最近吧 是持续 哦 好 我们聊到了健身房 哈哈哈 啥时候啊 最近脑子有点降质 哦 捉迷藏 啊 我也想说捉迷藏 捉迷藏 捉迷藏特别感谢我的队友认出这样 上来把我给杀了 我们在那绕半天 谁都没有想第一个动手 或者想第一个杀人干嘛之类的 然后认双 认双看见我 我就找认双会合去了 我还没表明身份的认双上来给我贴了 我说的是汉江捉迷藏 你说的是鹅鸭杀 哦 这样我也都有 不是一个东西 我就说我怎么听不懂 捉迷藏还什么时候有队友了 对啊 我一个人孤军奋战 你们都有队友了 你孤军奋战又是什么事 我们就说说汉江的微信捉迷藏 哎呀 我说李子豪真的 就李子豪太欠了 哎 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 他干嘛了 没有 不就是 不是没结束吗 原来骗我说结束了 在汉江那个捉迷藏的时候就是 咱们在藏嘛 哦 就算在捉嘛 然后我们就捉迷藏 好久没玩这种游戏了 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找到了童年那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有意思 就是当时我穿了靴子 我说真的很不方便跑步 因为当时不太清楚这个捉迷藏这个游戏 需要这么跑 我想了捉迷藏就是说找地方一藏 但是那个树林 并不满足任何可以躲藏的条件 而且也不让我们跑到任何可以藏住我们身形的地方 没错 我其实我最想说 其实我们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 我们最想去的一个地方 其实应该算是一个是我们的零零 我们 刚下飞机 一好像就咱们就去吃了吧 吃到那一口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都升华了 对 然后还有就是见到了零零的叔叔阿姨 然后就见到叔叔阿姨其实也很开心 因为从小就也是很照顾我们每次去吃 跟我们单独看小灶啊 就包括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吃的一万块钱的那个锅 好像是啊 是因为那个我们当时年纪小 然后也吃不了太多 然后那个阿姨叔叔阿姨就给了我们一个一万的标准 好像是你 我跟余泽英每次过去两个人干五万 你让他说完吧 说完 没事不用说了 就这样吧 好